加入的话应该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息 所以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基本上会在 这边吧 第一是第二次 所以今天第三次上课 上个礼拜是讲到有关手机函数 这个里面怎么样做切割的VBA程式 然后再来是151的瓜五字串 里面我有牵涉到当然从函数的使用方法 再到录制聚集 然后再到VBA的Sub的聚集 Sub的程序的写法 就是会可以产生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会自动帮你完成 再来就是制定函数 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范例 基本上都可以从函数 再到录制聚集的话 我想不是必要的 但你要知道一下怎么录制聚集 然后还有Sub程序变成按钮 制定函数 那再来上礼拜还有提到有关 那个存档记得要存成那个XLSM 如果你没有存正确档案的话 你的那个VBA部分一定会消失 而且会救不回来 所以存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152那一题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就是资料剖析的方式 把资料做剖析也可以录制下来啦 不过录制聚集的缺点就是说 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些可能你不希望出现的东西 包含那个什么关闭提示啦 有没有 然后自动追踪最后一列的这个题目啦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如果你有做出来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的150亿这个题目 那存档如果你有存正确档案的话 应该是XLSXX才对 如果你有存正确档案 正确档案的格式的话 那另外还有分别结局长官高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逻辑函数 逻辑的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那个逻辑函数里面 然后呢切换到那个一幅的这个页面 我们先从一幅里面呢去做说明 那基本上呢一幅逻辑里面 不论是在Excel的函数 或者是VBA里面 一定都会有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 大概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结果 到底是两重的 比如说我这边根据平均乘积 那平均结果的话 那你合格不合格 这两种可能性 合格不合格 另外呢还可以 也许你在旁边多一个吧 就是还可以做成多重 那所谓的多重就是说 你平定乘积的时候呢 不见得只有合格不合格 还有可能比如说 一般我们的打分数的方式 就是ABCD 80分以上 包含80分就是A 好像这个是A嘛 然后70分以上到80分之间是B 60分以上是C 不及格是D 如果说我今天有两种 一个是综合平定的话 那当然一般性比较简单的 我们用逻辑函数里面 一辅 那假如说这个乘积 如果是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我给它叫合格 反之的话呢就不合格 这个是比较一般性的 我想应该大问同学应该都没有问题 合格不合格的输出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的话 换一个方式就是说多重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该怎么做 比较向下填满 第一个当然是合格不合格 这个是用那个比较简单的 一幅的逻辑 第二种是用那个多重 那我的逻辑就不是只有两个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插入一个 一幅的函数 它变成说这个是逻辑判断 判断到底 它这个的逻辑是否成立 如果是就输出true 反之就是false 但是问题现在我们不只是两个合格 跟不合格而是有ABCD有四个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牵涉到 if里面你还可以再放if 就是有个有点潮状式的 if的逻辑方法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假如这个成绩 如果是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我就是输出a 剩下来的话 a就是false 可是问题我这边还要再做判断 怎么办呢 接下来请各位注意 就是你不要再按这个插入函数 你可以前面这边下拉清单 有个if 如果你第二次以后使用那个if的话 记得前面有这个下拉清单 你再点它一下 有不要记得放在false这边 点击之后呢 它又会跳出一个逻辑 那你就是在a下面就是b 所以你在 那个平均成绩是不是大于等于70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b了 因为a已经去掉了 那个80分以上的 那所以剩下就70分以上的 就是b 剩下来的话呢 还有c跟d嘛 所以false这边呢 你还是可以在利用这边做多重的 所以以后不管你有几个啦 反正就abcd一直往下 如果还有很多层的话 一样一直在插入 那再来就是这个层积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c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d了 OK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abcd的逻辑给做出来 向下填满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结果 不合格啦 其实不合格就d啦 但是合格里面有a跟c跟b 有多这边的设定 那当然呢 做完这个部分之后 一样我们也会希望 请各位呢 把那个刚刚的这两个 变成所谓的VBA 那前面两次课我都一直强调 VBA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按按钮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话呢 请你帮我把结果全部填完 反正呢 我可能要两个 一个是反正就按下一个什么呢 两重的逻辑 也许合格不合格 另外一个是多重的 按下这个多重的 那就abcd 那也许再多一个按钮呢 就是一个清除 按下它 它全部帮我清除掉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sack OK 以后的话 反正呢 你要写那个按钮一定是sub 那第二种就是说呢 假设我不要按按钮 我希望怎么样 在这边呢 插入函数的时候 有一个 也许叫什么 成绩函数 那这个成绩函数呢 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呢 平均成绩 那你给它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 合格不合格 或者abcd 所以两种 这个是方选 所以你在那个 这个有点跑血 反正就方选 你就插入那个什么呢 插入VBA里面就会有 开发人员里面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两个先做完 那试着做做看VBA吧 一个sub一个function 那这个前面我们也有做过 那至于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有关那个VBA的部分 那解决那个你工作上的问题 但不外乎就是说 如果有内建函数 你就内建函数了 当然比较快 也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说呢 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你就要把这个函数 也许可以把它变出来 或者是说 即便有这个内建函数 可能要做得很复杂 像我们刚刚多重 你要做一次两次三次 三个一幅之后才能有结果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能够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许叫 乘积函数多重 乘积多重函数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 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